說回七一大遊行 當然我相信未來的香港 也不會有一個所謂政府會給不反對通知書 因為起碼在短時間之內 十一號、七一號、甚麼都好 六四號都不給 現在它極權就是要你純福 要你做奴才 奴才是香港人不會做的 除非意志博弱到靠政府 你現在不是坐牢 有些人窮到甚麼都沒有 不如我去打劫、做小偷、博坐牢 因為有皇家飯吃 Sorry 現在不是皇家飯 現在是有共產黨的飯吃 但是香港未去到那麼差的情形 如果林鄭的administration搞到這樣 就真是悲哩 說回七一我自己的觀察 我相信應該有一萬人以上吧 我相信應該有一萬人以上吧 去了那個 Victoria Park那裡 我感覺上在地鐵的擠迫程度 點多兩點鐘都幾疏 又沒有山站 因為已經那個chilling effect看到了 實際上有幾多呢 甚至《蘋果日報》也說 有數千人 也沒有十萬、幾萬 但是有些人說應該有幾萬 我自己都很難猜到 有沒有好像六四今年的維園那麼多 六四維園我相信都有一萬人 都很難估計 但是那個stand off 大家是有在幾個地方 第一就是中央圖書館外面 大家的對視 那裡我相信應該有幾千人吧 去不去到一萬也很難說 至於在SOGO後面 那些人是逐漸了出去 最後有些人就走 或者加加密密整個銅鑼灣 港島應該是最密集的地方 當它真是去表達訴求的三環 我給多了我不懂計算 但是我放的比較多時間去觀察 反而在SOGO門口外面 當然在現在極權的管治下 最大的利益是警察 當然你講的是Overtime Pay 我不可以怪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被利用的棋子之一 只要他不要學了一個 好像一個殺人政權那樣 看到那些和平的示威者都不斷拋下去 壓頸 做到George Floyd 的悲劇 有些警察都不知道George Floyd 是誰 在美國 Minneapolis 被人壓頸之下 他直接吸不住氣 死了 後來警察被控告 謀殺 另外幾個他的同僚就隔職了 美國也有一個很大的改革 對於警察方面 要有一些protocol 我不知道 現在都很明顯 就是港版國安法現在開始了 你又有所謂的特別special unit來香港 那些叫做公安 不是省港奇兵 共安 究竟他需不需要守任何法律 還是阿爺或北京說現在執行的 是國家級任務 這樣就可以亂來 或者是無法無天 因為他全大了 這件事就很恐怖 你將一個我們認知的 香港是有一個mini constitution 叫做基本法 之下他現在搞 老實說港版國安法 你進去NX3 即附件3那裏 沒意思 你說這件事是大過基本法 要是權力無限大 那搞你當然攬炒 你要跟香港人同歸於盡 我真的沒興趣去看他那六十幾個文章 裏面有些東西是很離譜 離譜到就是說 如果你是無論在說什麼東西 你是會所謂的 會抵毀到中央 那他也是違法 全球這麼多億的人口 五十幾億人口 隨時 你說來香港過境 因為你不知道在Facebook 分享了一些什麼東西 Free Hong Kong 我又看《蘋果日報》有個年輕人 穿了一件Free Hong Kong的衣服 最後就被抓了 我們出一些publication 如果寫著Free Hong Kong 甚至是加拿大我也知道 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 那些打Basketball、Baseball 那些明星穿著Free Hong Kong 那是不是他不用進來香港的境 那這些變成反制 我不知道 就是警察的Protocol 和他那個說誰去寫這些東西 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要condemn這件事 如果任何的執法部門的人 他想著借了這個opportunity 來去贊取暴利 你對於六幾、七零年時代 就是白粉四大家族時代 你去收客錢 現在你是用了一個excuse 去不斷地不令一些東西停止 OK 就是現在你懶負是因為為了錢 那你跟林鄭有什麼分別呢 悲哀的 所以很多評論員都說香港已死 我們認識的香港有規有矩 再說7月1日 我看到在報道說有抗爭者 是掛著之旗 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本來這句話是沒問題的 但是由於這裏的特區政府 突然出了一個notice 這句話意識形態上不行 好 如果你這樣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就不能說了 我看到警察也很瘋 好像玩美國足球 有一個電單車 那些黑色衣服的抗爭者 拿著有紙棋在那裏 你撲過去他那裏 按下它 需不需要這樣做呢 你說又是有個機會去搞出人命 你說那個the act itself 令香港人和世界覺得很不安 不會覺得香港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而加拿大政府已經出了一個notice 叫那些加拿大人要慎重考慮 來香港時隨時有機會被送中 大家不知有沒有看到這個notice 即是說香港已經不安全 可能是的 我有個朋友跟我說 說好像五眼國家之中 加拿大最弱雞 你們那個糊塑佬總理 我不知道 加拿大人 五眼國家的朋友我都不少 其實是十分之nice 也曾經是口袋過我們香港人 講到3008個月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有千多個加拿大士兵 是死了在這裏 那時候是香港的捍衛戰 香港政府就不要這麼傻懼 做這些事情去做一些無謂的打壓 香港人是說的是 加拿大士兵有些什麼東西 我們在四幾年的時候 很多在Winniped 一個中部的城市 加拿大這十七八歲都沒有救 很多士兵是犧牲了一條命 去幫香港做一個捍衛戰 知道嗎 可能林鄭不知道 不知道就讀一下歷史 是吧 又要講一下她 在聯合國七一之前 說那個人肉錄音機的那個 message 說香港 一國兩制 甚麼都不變 你不要騙人 你現在在搞一個血腥的屠殺 你在講一個將一代又另一代的香港人 是逼走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甚麼 可能你不知道 聖經也有一句 耶穌說 原諒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我不知道 他claim自己是天主教徒 天堂有個位置等他 我不知道 既然這樣 上帝作 最後審判